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播讲 小编C 音水笑 第1139章 第五指 万物 念头只在一瞬间 莫无几的第五指已经点了出来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除狗 凌乱的规则瞬间安稳下来 被第四指阴阳破坏的空间 也在极短时间内恢复了原样 因为阴阳质而枯萎碎裂的野草停止了枯萎 干涸的河流停止干涸 在这一指之下的空间万物 紧接被这一指掌控 就在这一指之下 生机缓发 一切迅速还原到原来的样子 各种各样的规则依然受这一指的掌控 莫无几停止在虚空之中 倒吸一口冷气 七戒指的第五指 居然不是大规模的杀戮破坏 而是能够瞬息阻止任何神通的破坏 甚至将那些通过撕裂天地规则破坏过的一切再次还原 只要他这一指不中途顿住 时间能不能倒流 莫无忌不知道 就算是可以 但他现在还是做不到 不过莫无忌很清楚 还原一切的神通绝对比破坏神通更加困难 第五指轰出之后 一切被破坏的万物紧接顿直下来 然后在他这一指神通之下 规则回溯 看着被阴阳指破坏的位置再次还原如初 莫无忌喃喃自语出生 原来这才是万物的本源含义 万物的本源不是破坏万物 而是万物复生 尽管万物同样可以让周围一切生命死绝 规则破碎 就像是诅咒术一样 但莫无忌绝不会用万物来做这些事情 他的破坏神通够多了 一个大毁灭术足以毁灭界面 哪里还用得着万物来做这些 万物对他来说 绝不会比大毁灭术的价值低 尽管莫无忌还不知道 七戒指的第六指和第七指有多强 但他认为应该不会超过第五指万物 原本以为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感悟七戒指 没想到如此轻松就感悟到了 莫无忌很是满意地落在了地上 可以去七戒石了 当莫无忌再次回到暗原殿的时候 才震惊地发现 暗原殿的殿门外居然顶着一个人 之前他用神念扫了好几次可是没有发现的 看样子 这里有一个很不寻常的隐匿阵 禁止任何神念扫动 但是并不阻碍肉眼的观察 顶着的人一心能瞧出来是个女子 也不知被顶了多少年了 身上别说血肉肌肤 就连骨骼都变成了灰黑色 女子的头颅打落在肩膀上 似乎已经死去了多时 但莫无忌却清楚 对方还活着 因为有团魂火还在灼烧着女子 吸薄得不能再吸薄的魂魄 若非有阵法故意让这女子的魂魄不消散 这骷髅女子恐怕早已晕落 如此残忍的刑罚 莫无忌还是头一次见到 她摇了摇头 这暗原店可是很重要 将来她还要来这儿成活暗幕的 这种事情她可不敢多管闲事 即便现在没人发现她 但她肯定一旦她敢动这女人 一定会第一时间有人发现她 况且她还不知道这女人是谁 也不知道她干了什么 才被魂魄点了灯 你不是说需要几天吗 怎么这么快 莫无忌刚跨入暗原店 正坐着和幻提交谈的通明 嗖的一下站了起来 通明的心思 莫无忌岂能不知 但她自然不会解释自己的事情 她只是说 幻提 我来帮你去掉其佛缠 多谢莫兄 幻提听闻莫无忌要去掉其佛缠 自是心中大喜 之前莫无忌就说过 可以帮她去除其佛缠 只是莫无忌一直没提 所以她也没有提 通明不知莫无忌出去做了什么 这么快就回来了 但莫无忌不说 她也不好问 她只好说道 幻提的其佛缠我看了 顶住了幻提的倒计 如果贸然出手 很可能毁了倒计 就算没有毁 也会让幻提道友再度受创 甚至再也无法跨入圣人之境 我知道 莫无忌点了点头 抬手抓在了其佛缠上 如果不是知道 她早就给幻提动手了 之前说帮幻提拔掉其佛缠 那是因为二人根本不是同一阵线 她拔了其佛缠 幻提会怎么样 关她什么事情呢 可现在不同 幻提和她是一个团队 所以她才迟迟没有去拔 如今她领悟了第五指万物 她有把握不伤幻提的倒计 直接拔出其佛缠来 莫兄 动手吧 幻提早被这柄其佛缠 折磨得没脾气了 况且莫无忌的本事 她早就见识过 既然莫无忌说可以做到 那就让莫无忌去做吧 她灵魂烙印都被莫无忌掌控了 能不能恢复圣人实力 对她来说 早已没有了当初的吸引力 一个被人掌控灵魂烙印的圣人 和一个寻常准圣 有任何的区别吗 莫无忌不管幻提想什么 她一把抓住了七佛缠 第五指万物倒影卷动之间 一切规则似乎开始重组 初春一时万物复苏 七佛产也在这天地规则 重组的一瞬间被莫无忌拔了出来 同一时刻 幻提一直无法圆润的周天 圆润了起来 周遭神员疯狂涌向幻提周身 莫无忌抓出了几枚丹药化作粉末 撒在了幻提身上 数十个呼吸之间 幻提身上的血肉已经开始长了出来 半炙香之后 幻提哪还有刚才那种窟窿的模样 多谢莫兄 幻提激动地对莫无忌一抱拳 他这次可是真的心存感谢 莫无忌居然让他的倒机丝毫不损 连规则都没有凌乱分毫 便帮他拔除了七佛产 莫无忌摆了摆手 大家是一条船上的 没什么 话音一落 他便把七佛产 收进了自己的凡人界里 他对刘湾那柄赢品看不上 可这柄可是真正的七佛产 对莫无忌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 他可不打算还给还提 如果没有价值 这柄七佛产岂能换取陶铁锅 甚至还能顶住一个圣人 同名呆滞地看着莫无忌 好一会儿后他才说 莫兄 你是如何办到的 还有 你刚才的神通 怎么有一种万物复苏的倒影气息 这是什么神通 难道是大回春术 可是不太像了 这些以后慢慢告诉你 通名道友 我觉得我们的实力需要尽快提升 你快点帮忙寻找七姐时的传送位置 通名文言便知莫无忌并不想告诉他 值得说道 大家随我来 说着 通名走到了暗原殿的一角 抓出了树枚振齐丢了出去 一个波纹振门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通名第一个跨入了波纹振门 莫无忌几人自然是跟着跨过去 在众人面前是一条倾斜的通道 莫无忌的神念第一时间渗透了下去 果然在下方看见了一块黑色巨石 而那巨石分明就是一个传送平台 通名在他面前打开了这传送平台 明显是表明了自己合作的决心 莫无忌很满意通名的态度 跟在通名的身后跨下了通道 通名道友 你知道暗原殿外头被钉了一个女人吗 哦 我知道啊 那个女人被暗界钉在这儿 不知道多少年了 在暗原殿建立起来没多久 她就已经被钉在这儿了 你见识了暗原殿的建立 嘿嘿 我不但见识了暗原殿的建立 我还知道是谁建的呢 我当初就一直躲在这个传送镇旁疗伤 建立暗原殿的过程 我可是全程关注了 刚才那个波文镇门就是我后面布置的 就算建立暗原殿的家伙 也不止我在暗原殿布置了波文镇门 哪怕通名已经加入了同一个小队 但莫无忌仍旧觉得 通名这个家伙太能阴忍了 如果不是对方看他有些实力 想和他合作 恐怕这通往七届时的传送镇 很难由外人找到了 通名激发了传送 五人同时被黑石传送平台传送离开 从暗界到七届时的传送 显然是超远距离的传送 以莫无忌的实力 他的神念也无法渗透出去 当莫无忌的神念可以扫出去的时候 无人都落在了熟悉的七届时之上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